大家午安 我一直燕盈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些小事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資訊媒體人黃耀明 大家午安 以及立法委員黃鴻威 燕盈好 大家好 還有時事評論員毛佳琴 燕盈好 大家午安 燕小千 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現在大家囉唆 下個星期有很多事情會正在發生當中 其中之一則是終於要開會了 民主基金會現在說 4月10號董作要來進行改選 可是一個開會通知 怎麼也可以產生出新聞 這不就是發個電子函 然後董監事每一位知會開會的時間 這樣就好了嗎 好 沒有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董事覺得奇怪 怎麼會是打電話口頭通知呢 可是問題是口頭通知 這對一般的正常程序來說 口說無憑嘛 趕快補書面吧 結果後來呢 是一直到30號上午書面的開會通知 說才送到董監事的手中 那韓國瑜的部分呢 他們是有一點點的覺得 怎麼會突然出現這麼樣的東西 措手不及 因為現在開會的細節 據說也都還沒有拿到 必須要等到 紙本的資料來了 才知道內容 好 那目前我們也知道 韓國瑜他先緊緊緊緊講了 他其實執行長 人找好了 找的是政大的教授盧葉忠 那現在呢據說他仍舊沒有放棄他自己的提案 那如果說其他的董監事不同意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好 現在呢講出的是可能會複製所謂立院龍頭戰的模式 也就是他堅守韓盧配 當時呢如果這個他跟這個張啟臣一起 韓江配 那說如果副院長不張啟臣 那他就決定不要 好 那現在呢則是韓盧配 要跟盧葉忠共同同進退 卡盧等於卡韓 這一戰之後會怎麼樣 其實大家都還在看事情的變化 好 不過呢 另一戰大家則在講了 因為呢520也即將要到了 賴清德傳出要組的是聯合內閣 希望呢能夠讓自己的這個40%的得票率 再給他擴充 再擴充 好 可問題是 徐曉星就直接講了 他說啊 換湯不換藥啦 因為呢 即便他想要鞏固 這個希望能夠擴大他的餅 但是他的基本盤同意嗎 就第一點 第二點則是 你真的有想要跟藍的合作 真的有想要跟白的合作嗎 藍的是不可能了 白的 人家現在可能只有政策上能夠跟你合作 那對於國民黨來說 他們想做的是改革國會 他提出了調查權 聽證權 還有藐視國會罪 他說如果這三個改革完之後 其實就可以把立法院的權力相對提升 也能夠跟行政院一樣的 來有同樣的職責 能夠替大家監督政府 那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討論 原因是因為 現在在立法院裡面有很多的法案 正在審查當中 譬如說明天 即將衛福部要去報告 就是實安問題了 實安連環報現在呢 說拿出來報告 讓委員們感覺衛福部是不是自我感覺良好 好 陳金輝直接講了 他說基本上的這一次保齡事件 裡面大家在討論的是有很多的細節問題 希望明天聽得到 但是呢 過往他們一再的講 說實安五環 蔡英文任類有在做啊 也拿了很多預算啊 譬如說預期食品風險偵測技管理 這個啊從2021年開始編 五年花了有一億多 那現在大家就想問了 一億多你拿出來的成效是什麼 你的紀錄是什麼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實安問題 預判機制 你預判了什麼 好 這些都是委員想問的 但是他們說報告裡面只有38個字 草草帶過 所以連民眾黨的都在說 他感受就是形勢上面的敷衍 感受不到他們真正的檢討 保齡事件呢到目前為止 已經再次的增加了案例 累積到了30例 那蔡振元的講法是說呢 其實啦 寧可過度嚴格也要查清楚 因為這個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所有平民百姓都會去的地方 那如果說在這邊吃出問題的話 誰還敢在外面外食 政府連外食的安全保障都沒有的話 那引告人民怎麼樣能夠安居樂業呢 所以他直言他覺得這個跟恐攻 會不會很像啊 因為呢 雖然說啦 有證據 可是證據好像有點相互矛盾 現在這一些必須查清楚 所謂相互矛盾在於 說查出來 可能跟米酵菌酸有關係 好 可是問題是米酵菌酸在那個果條 很多人都吃過的果條裡面 根本就沒查到嘛 那圖案之間呢 又有專家跳出來講說 米酵菌酸過往是什麼 大陸有過耶 所以開始又在扯抗中保台了嗎 蘇伊峰醫師就在講了 連這個都可以抗中保台啊 他要講的是 不是大陸才有嘛 非洲也有過啊 東南亞地區也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啊 那為什麼獨獨就要先扯中國 好 而且啦 講句實在話的 中國過去確實有過相關的案例 那他們在這方面也有研究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依照慣例來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去請教人家 人家當時是怎麼樣來做處理 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 有沒有什麼經驗我們可以借進 等下這樣兩岸氛圍 關係降到冰點 我們能夠去跟他借進到什麼東西嗎 大家就想問 解決問題其實還是百姓心中最需要政府來幫忙的 請教波基哥了 好 民主基金會 現在呢 當然問題需要解決 就開會之後就解決 但連開個會 發個開會通知都可以有問題 其實我相信 這個韓國瑜辦公室 他們一定是覺得很傻眼 就是這個民主基金會 一方面外交部長說什麼已經拜會了 然後呢 說會這個只要韓國瑜院長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來開 結果呢 根本就是一個突襲式 然後呢 好像是還是 最後還是民主基金會這邊決定了 然後呢要韓國瑜這邊來配合 那當然 其實我覺得這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民主基金會或外交部或民進黨政府 願意接受韓國瑜院長提出的 這個盧業宗執行長 這些都好處理 不管哪一天開會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現在麻煩就是說 看起來民進黨對執行長還是有很大的執念 那如果今天這個民進黨 他不接受盧業宗執行長 而導致韓國瑜董事長 他會覺得不想接董事長的話 那4月10號能怎麼做 能怎麼做 因為跟過往就不一樣了 首先第一個 就是說現在是吳釗燮代理董事長 那現在是因為要換屆 換屆所以要選出一個新任的董事長 新任董事長被選出來 才會提名新任的執行長 他是有一個次序的 所以如果你董事長已經接了 你再去提名執行長 然後結果董事會把你否決 這等於是否決你 否定你董事長的正當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要事前先有一個默契說 那這個人你要接受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我覺得韓國瑜院長如果 這個民進黨政府還是覺得 盧業宗執行的人選不適合的話 那只能用一招 那一招就什麼 他們章程裡面規定 如果要議決董事長 要三分之二的董事出席 三分之二 沒有到三分之二的董事出席去決定的話 就無法議決 那就會留會 這場會議就開不了 那現在他們這個民主基金會 董事總共15席 就是韓國瑜這一任 總共15席 國民黨4席 加上韓國瑜當然董事 5席 剛好3分之1 可是所以關鍵一席是誰 民眾黨那一席 只要民眾黨那一席願意配合 所謂韓國瑜院長的處理的話 那就可以讓民主基金會 選不出董事長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如果今天 藍白願意在這個議題上面合作 讓民進黨政府妥協 才有可能在這個議題上面 讓民進黨知道說知難而退 否則如果民進黨 你現在就了解說 為什麼蔡英文急著要見 柯文哲了吧 有太多的議題 包括後面我們講到聯合內閣 今天只要民進黨能夠抓住民眾黨 不只在國會取得絕對優勢 在很多的政治議題上面 他都可以最後就變成說是 綠白合作 然後碾壓國民黨 讓在野勢力被分化 監督政府的能量就降到最低 所以今天我必須講 我這個藍白陣營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雙方現在支持者 彼此都對彼此很憤怒 包括現在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政府 互相打來打去的 但是都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現在的執政黨民進黨 希望看到的就是 藍白互相追打 然後他只要拉住 比如說我訴發部 我唐鳳給你下來 我給民眾黨的人 來當訴發部長 然後民眾黨就來支持民進黨 結果我們就綠白結盟 然後從此碾壓 這個在立法院裡面 席次全部碾壓 預算全部通過 我們希望看到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想不管是柯文哲主席 不管是現在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 都要思考這個問題 未來在這個所謂的 在野的合作的部分 會不會被這樣一一擊破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民眾黨他還是有 他很關鍵的力量 如果今天國民黨覺得 我們就先把民眾黨打倒 讓他沒有機會 很抱歉 他可能往綠營靠的時候 反而對民進 對國民黨 會是一個很重的傷害 當然講到保林這個事件 石安的事件 很簡單 你會發現我們的行政院長陳建仁 在立法院報告說 蔡政府任內 所有的石安事件都是個案 都不是系統性的 結果報應就來了 蘇丹宏 進來這麼久了 我發現他說是系統性 他們承認系統性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算不算系統性 不知道 現在都還不知道 但是它凸顯了 我們有很多 所謂石安五環裡面 沒有管到的 比如說美食街 百貨公司美食街 昨天去這個機場 結果發現一半的店家 通通都不及格 這太可怕了吧 我們很多民眾 每天都去這種 所謂的美食街吃飯 所以這些相關的管制措施 包括它的保險過期 居然沒有辦法稽查 這些種種的問題 不管是中央 不管是地方 應該好好的檢討一個改善之道 否則我們老百姓 連吃都不安心 那真的是 就像明天的這個節日 我們老百姓就是每天 都在過愚人節了 當然至於明天黨 操作抗中保台 我們還意外嗎 米肖郡酸 當然 哎呀 搞不好是中國故意 中國大陸有人故意把這個細菌帶來台灣 然後讓我們全部都毒害身亡 我想這個東西還是回到科學 我們依照科學證據有幾分證據 說幾分話比較好 科學證據目前是什麼 是發現很多東西 包括那個鮭鴨條有沒有 它測出來米肖郡酸是陰性的 然後那個人當咖哩 它發現說它那個東西測出來也是陰性的 醬油也是陰性的 那現在到底還是不是米肖郡酸 哎沒有 王碧勝說 他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這個問題 好 可是問題是回過頭來 請教紅衛委員 原因是因為明天你們即將 就要在立法院裡面聽衛服部報告 大家現在想問的是 那個報告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為什麼會讓所有的委員都覺得 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每一次 最近好幾個食安封敗連環報 那麼也來做了很多次的專案報告 但這些專案報告裡面 通通都是避重就輕 那對於衛服部來說 他大概第一種可能就是 先把所有的責任先推給地方政府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米肖郡酸 保齡事件裡面 雖然我覺得包含薛瑞源跟王碧勝 那他還特別提到 王碧勝提到 不要去苛責台北市的衛生局人員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事情非常非常棘手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民進黨的這些民意代表 不管是民進黨的在議會的黨團 或者立法院黨團 他們就已經發起這個攻擊的號角 然後攻擊蔣萬安 甚至不惜造假那個通報的時間 即便那個通報時間已經告訴他非常非常清楚了 就是24號就已經完成對這個衛服部的通報 可是他們竟然還可以繼續的把它扭曲成是到26號才通報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衛服部可能最大的問題就是 對於一些境外的這些食安風暴 他們事實上是過於的輕忽 以這一次米肖郡酸來說 為什麼他剛開始就沒有辦法一直確定是米肖郡酸 因為這一定要透過實驗室裡面的比對 那本來在星期四他們召開那個院會的時候 那時候還確定說 在國內是沒有米肖郡酸 他們要到國外去採購 可能要到這個禮拜 才可能這個米肖郡酸才能夠到台灣來 因為他們有標準品 因為他還是要有一個對嘛 對 就對這個叫做米肖郡酸 結果沒想到這個彰化基督教意願 是有個救命的這個標準品送過來 因為他們有米肖郡酸 好 這個就凸顯說 我們大概花了四百多億 在這個食安五環裡面 政府花這麼多的錢 去強化你的實驗室 甚至他們蓋大樓不是嗎 還花很多錢去蓋大樓 可是整個的衛福部 竟然還比不上一個彰化基督教意願 他們有這個標準品 所以不是這個 我們的食藥署的署長說看到了以後 差點流下眼淚嗎 那所以這很奇怪 我們花四百多億 請問一下錢花到哪裡去了 那如果你去要無限上鋼道說 這好像是抗中保態 我覺得這真的太無聊 對很多的老百姓來講 現在大家都很恐慌 有的人都恐慌的不敢吃板條 不敢吃米線 不敢把你家裡的米飯放在室溫兩個小時 其實某一個程度都已經矯枉過正了不是嗎 那所以你應該趕快的去找到實際的原因 然後不需要恐慌的也要告訴國人 那說實在不要波及無辜嘛 現在有一些這個 比如說一些米食的業者 或者做板條的 他們很倒楣啊 現在還不能賣 或者人家不敢吃 所以我們就在講就前一陣子的蘇丹宏 所以搞到很多火鍋店 因此那個生意都大受影響 所以你這個食安問題 一定一旦爆發了以後 倒楣的是很多的老百姓跟餐飲業者 那回到這個民主基金會的一個攻防 那我認為民進黨也好 或者民主基金會 基本上對韓國瑜沒有尊重 事實上用突襲式的方式 4月10號是突然是從媒體傳出來的 那個時候他們都搞不太清楚 一直到說昨天確定是4月10號 而所有的董事也好 或者包含韓國瑜 他們都還不曉得 請問你4月10號到底要開什麼 你這個開一次只是確定 這個董事長跟董 這些董事的改選呢 還是包含執行長的改選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整個的他的流程 基本上他們繼續是卡韓嘛 或者是說反正我就是不要你韓國瑜 提名的執行長 不過呢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你有你的這個倚天賤 我有我的屠龍刀 因為在章程裡面 提名權就是董事長 只是很不幸的 必須要董事會同意後才能夠領派 那現在董事會 你知道民進黨現在這些董事 他幾乎都沒有換人 包含什麼NGO也好 或者NGO代表 或者包含所謂的財經代表 都是原來民進黨的人啊 黃志芳大家都知道 以前民進黨的外交部長啊 陳秀慧以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啊 他們都用假裝不是政黨代表 但他們事實上都是政黨代表 都是代表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在董事會裡面 他擁有優勢 所以要兩方要如何角力 我覺得還可能要繼續的觀察 但無論如何我都覺得 民進黨這些小動作不斷 卡韓架空韓 你一直做下去 只是讓社會大眾反感而已 請教毛哥 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很多人確實 在民主基金會這一題 大家會想說 怎麼從他當上的立法院長開始 講到現在 已經這麼久了才要開會 可還一個會又搞得這樣子 換立法院長 然後民主基金會改選董事會 這已經是拖了太久太久的時間 已經是看出來很不對勁 民進黨這過去的八年 從他們立法院過半 從蘇嘉全也好 到游錫坤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 民主基金會他們抓得這麼緊 因為裡面有很多見不得光的事情 他也臭不可聞的事情 包括他怎麼花錢 包括為什麼這麼多立法委員 特別是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要組這麼多什麼 什麼跟哪一國 你甚至沒有聽過的 哪一個城市的聯誼會 然後三不五時要出國一趟 或是邀請誰來 因為這都是花錢的名目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他們對於創造花錢名目 是真的第一高 真的很厲害 也就是說韓國瑜如果用了一個執行長 他們今天要調閱帳策 或是他們今天要過一筆預算 要透過他們過去八年這個手法 也就是由民主基金會過一手 把帳給核銷掉 把人給請來 把錢花掉 把飯吃掉 把酒喝完 這種手法 他們可能就會有所忌憚 所以現在當然是要喬 韓國瑜好像沒有什麼要跟他們喬 據說韓國瑜 上一次公開講說 我現在沒有什麼應酬 也不喝酒 這個東西就是在講給民進黨那些 要求他來吃頓飯聊一聊的人 所以有人邀請就是 有什麼臨時下了解 當然 要聊一下 要喬一下 因為以後跟立法院 相關的東西還很多 大家不要忘了 連總統 副總統就職 還有國慶大典 都跟立法院長息息相關 所以未來他們要找韓國瑜 喬的地方就很多了 可是你就看 這同樣的邏輯就用在民進黨 所謂賴清德的聯合內閣 你不要瞎糊隆 不要是那種陳水扁 剛上台用唐飛當行政院長 然後說你看 這是國民黨的人 所以叫聯合內閣 不要來這一套 但是我同時也要提醒 不管哪一黨 其實他想當官 尤其用那種很大的政務官 來聲聽說很多 到現在也聽說有一些部會 確實有排出一些名單來 可能搞不好都是以前我們熟悉的 這不是國民黨的嗎 這不是誰誰誰的人嗎 如果賴清德還是要玩這種對抗的話 我覺得他已經預告了未來立法院 朝野只能硬碰硬 大家真的只能就事論事的來硬性監督 至於我食安的這一塊 保齡的我講一個重點 我要特別講遠東百貨這個事發地 蔡政委員講說它是類似恐攻的一點 我們不敢說它是不是恐攻 但是人事實地物 尤其是發生地 它是整個百貨公司 它上上下下還有很多餐廳 你到底查了什麼 如果沒有查 你為何可以排出它的種種可能性 這已經是我想出來的 最終性的一個說法了 所以在這整個食安的狀況下 我不好去界定說 它到底是系統性的 還是個案性的 如果它是個案性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個案的頻率 發生得太不尋常 而且竟然能夠這麼嚴重 弄到現在沒發生過的 某一種菌 而你還不確定是不是它 現在大家就已經開始在希望 好像已經把它當成一個災害控管 希望不要再放大 新聞也不要寫太多的一個狀況下 我覺得實在是很危險 確實就是對於百姓來說 大家希望的是 資訊盡快的查清查明 說明之後 重點是要透明 因為這樣大家才能安心 我們先進廣告 我是苛IM 都有人偉笑了 說明 敬永 盡 然